面对我们观光的产业 能够大幅的振兴 政策牛肉一泊接一泊 国民党总统提名人侯友宜 推出观光政见四大目标 首先是由总统府召开观光国事会议 行政院也要开汇报 跨部会讨论观光政策 再来时提高预算 打造交通便利网络 最后是发展永续智慧观光 发展语音导游 四年的任期 我要让台湾的旅游 拼政见也要拼外交 侯伴正式公布九月访美行 侯友宜预计九月十四号 搭机前往纽约 途中还会去纽泽西华府 直到九月二十一号 从旧金山返回台湾 而且在四个停留地区 都会举办桥宴 我会去拜访国会议员 也会拜会 HIT的主席 罗生伯格 当然也会拜会 我们的侨胞们 同时智库 我也会去演讲 防美行俱了解 主要是由 进办执行长金浦聪操刀 还有立委跟蓝英学者随行 就连马前总统的 御用翻译陈沛心 也都出动 防美的所有的行程跟规划 以及团联的部分 整个做好详细的以后 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千呼万唤 侯有余终于敲定访问美国 他也是总统大选提名人当中 最后一个赴美的 从行程到会见的官员层级 都会成为朝野比较焦点 华语新闻张向与李定强 新北市采访报道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华语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